今天希望它的条件是什么样的 条件是大于五百 如果说我今天这个是没有打折钱的 如果没有打折钱的总共大于五百的总共有几本呢 总共有十本 也就是说所有的书其实都大于五百块 因为现在买书实在买贵的 如果说现在有书不打折 大部分大家都会选那个再找一下 现在天龙很多书都打七六折 打得蛮低的 不过有些书还是不打 像奇标的也是八五折 看书啦 有一些书是打得蛮低的 不过你这个单 新书也是一样 也都是那个鸡丰的吧 鸡丰跟文葵 但有一些 如果今天我要打折的话 你直接 当然可以直接在这边乘以0.8 那如果说你在视觉的话 视觉的这个视窗里面 假设你要给这个打折计算的话 你其实可以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做计算 乘以0.8 那你会发现你点旁边之后 它就自动在这个地方帮你乘以0.8 然后我马上执行看看好了 那你会发现呢 打折之后呢 还是大于500的就少了很多 这只有四本而已 所以这边的话如果打折跟没打 那最好是再打低一点 看打0.7 执行 如果乘以0.7之后 就没有了 也就是说如果乘以打7之后 还超过500块就很少了 现在好像大部分 超过500块大家就会考虑一下 那另外它这个别名的部分 它会自己产生 所以如果说你这地方 希望把它删除的话 直接就在这里把它删除掉就可以 那这里的话呢 就是利用这个 如果你要计算某个栏位的结果 也可以直接在这地方乘以 直接再做计算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